对不起 爸 妈 姐 我今晚在家住啊 睦睦 马琳她妈一看 就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婆婆 默默 你说她妈妈 怎么这么防着你呢 她根本就没有 把你当自己人看了 对啊 她妈就是认为 我是为了他们家钱 才跟她结婚的 姐 短时间内 我帮不了你了 黄默 黄默 你跟姐说实话 你是不是因为我 才跟马琳结婚的 姐 我不傻 我是因为爱马琳 才嫁给马琳的 只不过现在能帮你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这就好 就因为就是 我的家里都抬不起头了 爸妈他们都不理我 黄默 我跟你说个认真的事啊 你嫁到马琳 这样的家庭里面 只要你跟马琳 能够平平稳稳 善始善终 我们全家就算烧高香啊 至于给我还债的事 你可千万别再张罗了 赶紧拉倒了 行吗 我都快丑死了 早知道我就不结婚了 谁说谈恋爱 就一定要结婚啊 不行 我明天就跟她离婚 呸呸呸呸 干吗呀你 你别老把离婚这事 挂到嘴边上 说着说着 就会变成真的的 黄默 我还得跟你说个事啊 这个女人 无论到任何时候 都得靠自己 一旦开始依赖男人了 苦日子就开始了 记住姐这句话 听见了吗 姐 你说得对 但是你是女强人 我不是我 我不靠男人 我怎么办呀 什么女强人呢 都陪个叮当来笑 姐 你真的 彻底搬回来住了 不回姐夫那儿了 不回去了 你确然吵架了 你姐 你说得对 回去也是吵架 不回去 我说你这刚结婚 小屁孩 搞得自己跟多成熟似的 你是真成熟还是假成熟吗 我是熟透了 行吧 不过还是得恭喜你 你已经摆脱了圣女的称号 上了一个档次了 什么呀 我哪是圣女啊 我还没到三十呢 你没到三十 你就不是圣女了 现在二十五岁就是圣女了 我跟你说个好玩的 我在网上看见的啊 不是 说这个 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没有结婚的女人 被称为是初级圣女 她们还有勇气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她们就是圣斗士 那不是我吗 什么你啊 你都已经结婚了好不好 那这个三十岁到三十五岁没有结婚的呢 是终极圣女 她们虽然对爱情还充满了希望 但是已经机会不多了 这一群人被称为是必胜客 对 这种人最多了 对 那三十五岁以上没结婚的呢 她们就被称为齐天大圣 我们公司的谢阳马上就成齐天大圣 你是从哪儿听的呀 老大啊 真的 我也要去看看 我问人家现在四十岁以上 没结婚的多的是 明星不都是四十多岁才结婚吗 那明星好多该生不出小孩呢 那四十岁结婚的生还要多麻烦呀 我突然觉得我那个公关公司 现在做成这样 我还不如去开一婚诊所呢 这两个没心没肺的死孩子呀 皇帝不及啊 及太监呀 我在想 就算把我们家钱都取出来 填补弄到公司的那个大窟窿 就算我们东拼西凑了 把钱全都凑上了 那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我们口袋里空空如眼 劳动羞涩 那我们生活质量就得下降啊 只有这样 把这个房子 挂到房屋中间那儿卖了 卖的钱一部分 还弄的公司的债 还有一部分 我们就在郊区 买个小一点的房子 还可以留点钱啊 给睦睦当嫁妆 也只有这样了 前两年 隔壁的张婶还说呢 我真羡慕你有两个女儿啊 这生儿子是贱上银行 生女儿可是招商银行 我听了哭笑不得 你说 我都招了些什么呀 姐 早 早 我来死了 你走 妈 怎么没做早饭呀 妈 妈 没 没看声忙着吗 坐 来 坐 我给你们吃完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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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各回各的家啊 什么呢 干吗 干吗呀 你们在这儿去哪儿啊 给我吧 去你叔叔家 我们好亲近亲近 什么 去我叔家 他们家那么小一地儿 挤那么多人 你们去了住哪儿啊 对啊 怎么住啊去了 来 妈 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你们要是真的生气了 我错了 我改了还不行吗 我明天就跟马琳离婚 我 胡说八道 墨墨 你是越来越不招边了你 你还有我们父母你 这俗话说得好 嫁出去闺女泼出日水 你们两个既然嫁人了 都回去跟人家好好过日子去 我说 大家都少说两句好吗 生活已经挺不容易的 这家里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 能不能让我们的家快乐起来 快乐 好 快乐快乐 好好好 好了 你爸这两天啊 心到有些不舒服 就想到你叔叔家去静养一段时间 没什么啊 对了 两个公主 赶快回屋去 收拾收拾 把你们的相册都拿出来 我们想你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啊 妈 你这是干嘛呀 搞得跟要分别了似的 没有 去啊 我叫Darren Chen 我叫Tiffinian company Asia 欢迎来到今天 马琳 你也是成人的 也有工作了 早上 能不能早点起啊 高尔夫球场有没有 有什么区别呢 反正那些业务我也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你不会学呀 学我也学不会 我压根就没有兴趣 我往哪儿一做就像冲树一样 这不自欺欺人吗 你不如让他去 你看他 往哪儿一做就像 福布斯五百香上身一样 多威风啊 好了好了 没一个正经 你们两个一个比一个不省心 放着好日子 过不出好样了 多亏我这个程晓英啊 要了一辈子强 妈 您要说他 你有专心说他 别说说就跑去说我干嘛呀 我告诉你我就是一女的 我有什么野心 我有什么本事 去继承咱们那家族产业呀 咱们家那球场 往小里说是一生意 往大里说那也算一族产呀 妈 要我说啊 您赶紧培养继承人吧 我真没那野心 我自己的日子都没过明白呢 你还知道你那个日子 过得不伦不类呀 你说你结了婚也不告诉我一声 也行 那你就踏踏实地过日子吧 又离了 你连婚也不告诉我一声 怎么着 多事 多笨 行啊 你听不清楚 对了 还有你 你说你这个婚也结了 这媳妇怎么也见不着人影呢 别管了 妈 先走了 坐下 怎么了 结婚第一天 老婆就访问娘家了 我做长辈的还不能说两句了 那不还不都是因为你吗 对 因为妈不给她的钱 那个余默默 我第一天就看着不对劲 她看中的是钱 傻儿子 你怎么还不明白 我这一约法三章 她捞不着了 赶紧撤退 这也倒是合情合理 妈妈 莫莫她跟我在一起不是为了钱 护着她 你越护着 我越要说 马林 要我说你就听听妈的劝行吗 一天到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发现你现在对外界社会的了解 还不如我这刚从国外刚回来的姐姐 一天到晚都以为现在的人心里都单纯的跟天使似的 现在这个社会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 都是奔着目的而来的 别再迷糊了 你醒醒吧你 怎么一谈到我的感情上去全是钱 目的 目的 好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护着莫莫 从来就没有 她那个录音棚缺钱 我们大家都知道吧 我送过六回钱给她 她没有要过一次 这是为了钱吗 我就是喜欢她单纯 简单 我一眼我能看得透她 而且我不需要在我们的感情上 再有什么判断 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还判断什么呢 你觉得她着急上火 那是因为他们家最近出事了 出事了 那是因为杜晓鸥 杜晓鸥怎么了 妈 姐 我回来了 坐会儿吧 妈 姐 姐 妈 你 prospective 你都行吗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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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什么态度啊 这是什么态度啊 马林 你刚才说杜晓鸥怎么了 问你话呢 给我坐下 倒霉了 好好说 倒霉了 听见了吗 妈 你看她 弄倒 诺诺 吃 吃饭了吗 这都什么点了还不吃饭 当我仙女了 吃了 吃了 那个 不管怎么说 回来就好 我欠你的钱 我会想您一些办法 尽快地还上 你别着急 我就说嘛 诺诺不会因为这么点事 就不回家了 是 是 是 喂 怎么了 麦小柔 不行 不行 那个 我 不是 今天晚上我们家里有事 我去不了 改天吧 行不行 喂 喂 喂 我这边信号不好 我听不清 回头再说吧 演技也太差了吧 这是坐机 坐机 坐机真耽误事 你们马总找你干嘛呀 她说让我过去一趟 那个 说是让我领工资 那你还不快去 你不刚刚说要赶紧挣钱还给我吗 她 她那个活呢 我从一开始就没想干 我想还是不去了吧 马小柔那一套太清楚了 她一个单身女人又带着一个孩子 找你去做顾问 她顾什么问呢 周童找我的时候哪次是安过好心的 对 别让小杨去了 不过这次我看你还是乖乖地去吧 我在周童那儿都能受到委屈 你在马小柔那儿怎么不能受啊 只要能够尽快地挣钱买房子 只要能够不让我进监狱 我觉得你可以在马小柔那儿受受委屈吗 看来你做小白脸也挺合适的 不过你这么大把岁数了 皮糙肉厚的 我也不知道马小柔看上你哪儿了 马总 今天找我来干什么 换灯泡啊还是换床单背照 就是人色不好 隐藏发黑 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 我今天来不是下面的 有什么事你赶紧吩咐我 我就去干好不好 谁说非得有事才能把你招来啊 没事是吧 没事那我走了 副翔你给我站住 其实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一声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些事 对你来说那是天塌下来的灾难 可是对我来说呢 就是小菜一碟 而且我也很愿意帮助你 谢谢马总的好意 托您的福 我呢现在还算是顺风顺水吧 哎呀 感谢上天 让我一马平穿 行 你顺便就好 不过你可千万别死要面子过受罪了 真实意 你肯定有什么事 你肯定有什么事 肯定有什么事 就算是工资吧 我答应过给你的 拿去吧 拿着 不是 这 那什么 这 我无功不受禄 杜助理 我今儿挺累的 帮我抱上忙 对对对 妈妈妈妈妈妈 帮我胜利 你这样 我这这脚我不要了 我还给你 我还给你 我给你 给你 我还你好不好 杜晓鸥 你没那金刚钻 还想揽那次去活 钱给你 你就拿着 干嘛那么多废话呀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呀 你哪哪能帮上我 养家糊口 拉扯孩子 我哪一样 我翅膀会上的吗 谢谢马总 家里还有人等我呢 我先回去了 真好笑 你也有金铁 我来了 还挺快的嘛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你把马小柔伺候满意了吗 怎么说话呢你 身价不错嘛 看给你累的 辛苦了 老公 我这叫什么身价呀 跟人家周童没法比 人家一甩手那就是六十八万给你了 杜小儿 你放屁 那是我劳动所得 对对对 我这个是不劳而获 行了吧 不是 这钱是还你的 拿两万块钱糊弄什么事啊 今儿五千 明儿一万的 林存整取呀你 你一天不还起我的钱 我就一天跟你们度假没完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啊 别把我爸妈扯进来 他们自己要打欠条 非要硬揽过来 那就一起还呗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我怎么怎么说你都不听呢 不是 我呀打点热水泡泡脚 这水热过 一会儿啊 你也泡泡 这电视里说得好 老年人冬天泡不掉 健康身体好 那七盖一路都 七盖疼啊 你忍着点吧 那毛病泡了也好不了 电视说好你就泡 能跟人家比吗 自己啥情况不知道啊 烧热水 沸煤气 这能沸多少煤气呀 积少成多 这点也不行 好吧好吧 你干嘛呢 我擦楼把那水倒了去 那不浪费了吗 你今天泡 明儿别泡 你要想泡 等过两天 暖气来了 更暖气水泡 你真够生水的 跟你说 这水别倒了 放厕所里 冲水用 好好好 你到海底部 好 诺诺是你吗 这是谁呀 你弄了一地的水 到处都是盆 干嘛呢这是 那是我煎的水 水龙头领上煎水呀 我跟你说 她这儿不走水表 怎么你把那盆子 是不是都踢了 对呀 踢斩了 哎呀 太可惜了 没事没事 你再接着啊 你先别冲啊 我上班咱俩一块冲 你别冲啊 哎呀 爸 不是 你们把台灯打开 把台灯 那谁 爸 我费电啊 好 注意点 接着用电 臭屁 我还不是故意的 臭屁 我说你爸 他怎么又不抄门都进来了 忘了 忘了 你爸真是抠门都抠到指甲缝里了 连电都得掰着用 哈 你懂什么呀 这叫节能环保 低碳生活 我爸这 这是在为地球担忧呢 少贫 你看看 你爸妈为了还债都知道想办法 你呢 一天那晚在家待着 连个工作都不去找一个 你以为马晓柔那两万块钱 够你花一辈子呀 哎呀 你放心吧 我有计划 你呀 我一毛钱都不会差你的 行了 晚安 起来 干嘛呀 干嘛呀 去把门锁上 省得你爸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压我身上干嘛呀 臭流氓 别装 又不是那些丫头 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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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 也溜得太大了吧 都几点了呀 你看看 你的手动得冰凉冰凉的 快快快 你这不是带出病来吗 快 带上 志愿 你干吗 再过一个礼拜啊 咱们就要搬家了 我啊 得好好看看这个地方 心里的还挺留恋的呀 你说这个小花园 梦那小时候 我常带他到这儿来玩 后来呢 有了梦梦吧 我带他们姐俩一块儿来 有一次啊 就是两个孩子 为了一个气球 打起来了 滚得跟泥猴一样 你给他们洗衣服 水太凉了 给你手给冻着 我给你捂了半天 你都忘了 是是是 哎呀 这两个公主真是的 你记得小的时候 嬷嬷三岁的时候吗 她要一只小兔子 我们俩到市场去 给她买了个安德拉的小兔 哎呀 超级可爱 可是在我们家 就带上两个礼拜 就这么挂了 因为喂食不当 主要是啊 喂了水了 就是不能喂水 对呀 好 这下沐沐哭的呀 稀里哗啦的 嗓子都哭哑了 哎呀 一点招都没有 最后还是诺诺勇敢啊 弄得一小盒 给她埋着树底下了 哎呀 可是记性好才不好呢 有的时候该忘的 就应该把她忘了 有好多事啊 想一想 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对了 刚才你不在的时候 弄得打电话回来了 弄得打电话了 有事吗 没事 挺好的 我想过去看看 因为下个礼拜啊 搬太热房子了 要是弄得再有什么委屈 就再不能回到这个家了 还有 默默的事 我们也应该 去登门处理一下 可是我一想到 马琳他妈我的心 心跳就过速 你说那天晚上 那个像猛虎下山一样 那太可怕了 那个母老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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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事 别说了 别说了 志远 为了女儿 咱们还是得去啊 要请你去 我不愿意欠她吗 好 我知道 为了女儿 我去 我去 对 这个事情总得解决 那这个礼拜就这样 我让诺诺过来吃饭 你呢 就去房屋中介 把我们的房子 挂出去卖了 行吗 行 你到那边 我到那边 对啊 对啊 嗯 别了 别说这事都说完了 行 行 行 你还要坐呀 咱们回家吧 咱老婆婆的 你说在这儿多冷啊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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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你干嘛你啊 不 我给诺诺买点肉 回去给她熬汤喝呀 你咋没钱没费呢 挖这钱干嘛呀 那你这老糊涂了 诺诺现在刚怀孕 她居要补补 你前些日子 不还给她熬鸡汤呢吗 原来是原来 现在是现在 你不度咱点钱 这账怎么还呢 你别说诺诺 肚子的孩子了 诺诺是不是她儿媳妇 现在还俩说的呢 不是 那你也太扣了 你说多素啊 买这么几个橘子 豆芽菜 你买半斤 你说诺诺现在 刚回家不是 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啊 咱不攒点钱 把一分钱做 把一块钱 摆成两半花 这账怎么还呢 走走走 小卡 你发那边 我发这边 好 你好 这是我们这边 开的百姓误音棚 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 可以跟全家人 一块儿过去 特别好 谢谢 您去吧 谢谢 好 那个先生啊 这是我们那边 开的百姓误音棚 来 诺诺 快点吃啊 趁天亮啊 把饭吃蓝天黑 不用开大灯了 好管 那你定时照亮就行了啊 没事 你爹这里说得好 这灯啊 一开一关 最肥烈的 二开的 二开的 一开 一开 妈 你来吧 你怎么又 拿出来吃了 快一块吃吧 吃吧妈 来 吃两个 待了我吃过了吃过了 你们坐下吃吧 不客气 好 露露 这事我给你坐 趁热我那儿吃了啊 对了 周末你就回家来吃吧 周末又上你家吃饭 真不好意思 总麻烦你们 不是 麻烦这个 周末你们多让来吃啊 不麻烦 不麻烦 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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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好 好好好 妈 你坐会儿吧 慢走啊 妈 好 慢走 妈做的什么好东西啊 好 快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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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看看 鱼 多好啊 还有疯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脑筋 红皱筋 行了 弄了 赶紧吃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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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鱼好 对脑子好 对脑子好 什么重 怎么样 还合口吗 一起吃吧 那不吃 不会 那你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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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呦 这不大人物吗 坐吧 好 谢谢 怎么 这次回来上班 那个老位只跟你留着呢 经理 谢谢啊 哪儿的话呀 还谢我们 我们应该谢谢你才是 你是我们公司的业绩标杆吗 又是华尔街的金融专家 你能来我们公司跑销售 那是给我们公司长面子呀 清理 我特别感谢您再次给我这个机会 以后 我一定会踏踏实实工作的 怎么 这次不研究国际经济形势了 不研究了 行 不过 按照公司规定 你的待遇是按照适用期的工资标准 而且 每个月的业绩 必须增加百分之十 能做到吗 你 行 没问题 那 我去工作了 谢谢啊 姐 好看吗 我笑了 梦梦 嗯 你不要回家 他妈会让你为难的呀 没有 姐 你别担心了 你看我 穿这么贵的婚纱 住着豪宅 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不仅在三十岁之前 把自己成功的嫁出去了 还嫁入了豪门 挺好的 哎 一想到你 为了我委委屈屈地嫁到马家 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姐 你别瞎想了 马琳她那么爱我 我也爱她 他们家人对我也挺好的 真的 姐 你看我穿这么贵的婚纱 贵的都可以买辆汽车了 我知足了 如果她妈妈对你不好的话 就告诉我 你别跟她发生争辩冲突 让我来 我来处理 我绝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行的姐 咱们让马琳她妈开开眼 真漂亮 马琳娶了你 她是便宜她的 就是 走 好 好 我吃好了 我吃好了 嗯 嗯 你值得 你值得 我试着 你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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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值得 我就说嘛 这套还像点样 你看看你自己之前挑的 什么呀 一看就是便宜货 还好意思往身上穿 我给你买单你怕什么呀 我们家马林就结这一次婚 你的衣着啊 必须配得上马林 莫莫 你的品位啊 必须马上提升 是 妈 您的品位挺好的 那还用说 见识多了 自然一眼就看得出啊 这裁剪做工是不是考究 面料呢是不是高级 当然了 这也不能怪你 一个人的审美和她的家庭环境啊 是有很大区别的 你以后啊 多学习就是了 是 妈 以后我多向您学习 您也多给我上上课 没事 进出者是吗 你也不用着急 对了 一会儿您选完了婚纱 就去约一下你爸妈 他们的衣服我也得帮他们选 现在看来你的审美标准了 我还真有点担心 你到时候穿得乱七八糟就完了 是 妈 那个 我没事了就告诉你爸妈 还有 你爸爸到时候念的注词 也由我来写 里面肯定有英文 你让你爸爸提前抓你时间练一下 别到时候念的时候 让大家伙笑话 是 是 妈 我待会儿就通知我爸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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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天一天在这儿闲躺着 你还揉腿 你跟这儿闲都闲累了 你先把我给你揉啊 你个流氓 你还帮着劲 诺诺 诺诺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我去上班了 我这不是刚回来嘛 你去上什么班啊 就是刚开始那工作 给那个小企业 推销理财产品 你可真有出息啊 不是 谁让你退销了 谁让你退销了 你光退销 什么时候才能还上我的钱啊 你还我钱 立刻 不是 你 你说的先让我有份收入嘛 那我叫你去死 你怎么不听我的 我告诉你啊 我妹妹为了你 我妹妹为了你 你第一次吓死的被人家欺负 你还有脸 你还有脸找份工作 还有份收入 你滚 你滚 好好好 我滚 我滚 我叫你滚就滚啊 你给我回来 你真是 干吗呀 干吗呀 你什么还是 不知道啊 她妹妹可能让人欺负了 不行 我先出去躲躲吧 一会儿就没人追出来 顾晓昂 你怎么回事啊你 光拿钱不办事是吧 看见是我的电话 你就直接关机了 我告诉你啊 我限你二十分钟之内 必须来我家 小龙想你了 你给我听着 我已经给够你面子了 别逼我最后跟瑜伽摊牌 我告诉你啊 赶紧的 这 什么呀 别忘了 来了 谁呀 您怎么来了 今天到这儿来 是想跟你们家商量点事 那好吧 你们请 坐吧 这儿呢 看看干嘛呀 我哪儿知道呀 杜晓昂呢 刚才的电话是我接的 那就把您刚才在电话里 听到的内容 原封不动地告诉杜晓昂 小荣 你知道我是个粗人 我不会拐弯抹角地说话 有话我就直说了 小荣最近出了点事 他欠了一家六十多万元 如果在这关键时刻 你把小龙的事挑担了 那就全完了 余诺诺 肯定把小荣送进监狱 您刚才说 余诺诺要把杜晓昂送进监狱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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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